嗨,大家好 今天我要在家里面给大家做一个奶油胶的手机壳 现在是透明的 然后我准备做一个演唱会名字命名的手机壳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吧 我就是选了一个这种没有其他颜色边框 就是纯透明的一个这样的手机壳 然后呢,还有平时我画画用的这种胶带 你又来了 我每次看视频他都很喜欢 在这里给我敷镜 然后还有呢,还有就是我画画用的这种刮刀 首先呢,我们现在要先在这个 为了不让它的边框 你当我镜头了,大哥 为了不让我这个边框会有那个就是颜色染到 所以我要先用它把周围的都给沾删起来 下去 要留你想要留的这个空白的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我先给贴一下 我主要是为了它会沾到旁边的地方 所以呢,我就贴少一点就可以了 这操作其实挺像我平时画画的时候 就是为了防止边框脏也会用这个切上 其实这个胶带就是这个做的 好,就这样把它切好 然后下来我们要选择配色 因为我最喜欢就是紫色嘛 所以就先用这种淡紫色来做一个打底 然后把它整个都平铺 用它刮开 把它整个都平铺,用它刮开 最近天气有点冷了 所以这个胶呢稍微有一点点没有那么软 淡奶油就是颜色还蛮可爱的 淡淡的那种方法 这个地方不够,我们再补一点 这样的把它给这样刮完整 刮均匀 好,差不多刮到你想要的这个形状 拿来了棉棒 棉棒是用来干嘛的呢 就是比如说刮到一个你喜欢的这个样子之后呢 它这个里边会有一些沾上的胶 对,你就用这个棉棒把它给这样擦掉就好 用一个胶擦掉 好,现在呢我把底色已经大概铺好了 铺好的情况下呢就是因为这边我还没有上色 我现在要把这个胶带给撕下来 是个非常致命的过程 你看,这样子它在附近就不会有那个沾上的胶 好,我打算用这个咖啡色上面写字 我们用这个浇浇,先稍微让它软一点点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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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ma 切成 切成 盐 切成 切成 4个锅 3分钟 非常非常好 看到 何人想起来 成熟 啰啰 巧克力 有一种夹心巧克力饼干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要弄一些装饰的小物件 感觉在上一层胶 但是我家里没有胶 所以只能做这样 如果在上层胶应该会更好看 好那今天这个快速的这个做这个手机课 这个已经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就大家一起期待演唱会吧 拜拜 拜拜 这个出来的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